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 垃圾清运车也像往常一样开到了餐馆后门 一通通早就准备好的干水被清倒装车 一家餐馆挨着一家餐馆 很快 整条美食街的餐厨垃圾就都清理干净了 接下来 垃圾清运车还将驶向下一个目的地 快速消失在夜色中 清晨装满餐厨垃圾的清运车 回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餐厨垃圾转运站 在这里 每天要处理分检餐厨垃圾将近200吨 并且是24小时连续运转 餐厨垃圾顾名思义 就是人们在餐前和餐后所产生的废弃物 说起它危害 已经是众人皆知 影响最大的就是利用餐厨垃圾提炼地沟油 地沟油里面会沾染黄曲霉素 纹等有毒物质 对人体有着极大的危害 餐厨垃圾极易腐烂变质 散发恶臭 传播细菌和病毒 在以前还经常作为饲料喂养牲畜 也就是俗称的干水珠 由于餐厨垃圾的成分十分复杂 不但会对牲畜带来伤害 当人食用了干水珠以后 也会对健康产生威胁 另外 如果把餐厨垃圾做填埋处理 还会增加填埋厂的产气和肾氯液的吸出 这对地表和地下水也会产生污染 其实我们传统地把餐厨垃圾当作一种垃圾来处理 而没有把它进行资源化的利用 所以我们最早看到这个虫子的技术的时候 其实主要看到的是它是把 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垃圾 一种废物的东西编汇为宝 在这个像是生态大棚一样的厂房里 饲养着一种专门吃餐厨垃圾的虫子 看着这些像是营区一样的虫子 在大块朵移地吃着餐厨垃圾 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奇 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 为什么能吃餐厨垃圾呢 这种能够吃餐厨垃圾的虫子 叫做亮斑扁脚水蒙 俗称水蒙 像许多昆虫一样 水蒙也会经历四种不同的变态时期 卵 幼虫 熔 橙虫 处于橙虫期的水蒙 你看着就有些眼熟了 因为它们的外形和苍蝇有些相似 但是个头却是苍蝇的两倍 在自然界 水蒙的主要食物是动物的粪便 及动植物尸体腐烂的有机物 但是相比起来 它们却更爱吃 餐厨垃圾 它们取食这个范围特别特别的广 高油脂 高蛋白 高能量的东西 它们都可以非常快的消化掉 这就特别符合我们国家这个餐厨垃圾的特性 由于水蒙在它的一生中 只有在幼虫期是进食的 因此它们会在短短的十几天里拼命地吃 将能量储存起来 为以后化涌和羽化做准备 那么 它到底有多大的胃口呢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把一块五花肉和一条蒸好的鱼 同时放进一只没有喂料的虫香里 几个小时以后 鱼肉已经基本被吃光 五花肉可能是因为纤维较粗的原因 还留有一些 但基本也已没有了最粗的形态 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来到了给水蒙喂食的装置前 这种自动上料的装置 能够精准定量地 给水蒙幼虫喂食 每一个养殖核 每天要喂三到四次 每次五公斤 每次五公斤 对对对 那要这样 每天得多少批次这么来回岛 我们现在车间里边 一共有七十多个养殖架 每天都在四五次的循环喂 我们是24小时轮板倒的 后面也都在干活的 都在喂食的 因为这个虫子的特性就是 它24小时不停地在消化吸收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在这里所码放的七十多个养殖架 每一个养殖架 一天都能够消耗 大约一吨重的餐厨垃圾 可是记者却发现 这种喂养水蒙的餐厨垃圾 呈现的是一种类似于高状的液态 与我们在中转站看到完全不一样 为了弄明白水蒙的饲料 到底是怎样加工出来的 我们随着另一位工作人员 来到了存放和加工 残除垃圾的厂房 当记者看到这一片残除垃圾时 觉得有些反畏 可是奇怪的是 这里除了一股特殊的味道外 并没有那些腐败臭味 当问到工作人员 为什么没有臭味时 工作人员却说 暂时保密 这个就是我们当天运来的餐厨垃圾 我们餐厨垃圾它比较杂 你像是筷子啦 刀啊 叉呀 都有什么 对 都有 还有些铁器 还螺丝 甚至还有那个牙套 有一些大块 我们要人工给它分选一下 因为大块粉碎机 粉碎它有点吃力 把大块还有一些无极致 我们给挑选出来 剩下的小块 直接用高速的一个粉碎机 给打成泥浆状 这样呢 有助于我们这个黑水蒙呢 消化它 原来为了让水蒙幼虫 能够更好地消化吸收 每天运来的餐厨垃圾 还要经过再加工 这样就方便水蒙幼虫的进食了 然而每到节假日 餐馆的客流量就会不断加大 餐厨垃圾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那么运到这里的餐厨垃圾 饱和了以后 该怎么办 运来的那个餐厨垃圾 咱们用不了那么多怎么办 用不了咱们就用乳酸菌的方法 把它提前搅拌好 充分的均匀搅拌之后 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放到咱们的这个 养殖车间里边的这个 预存的地方 那会不会坏啊 不会 这个乳酸菌经过我们证明 有科学实验分析过 在六个月之内 不会腐败变质 这个乳酸菌呢 是由爱好里边提取的 母本培养基 然后经过调配 加入各种菌之后 经过调配之后 我们的一吨乳酸菌 可以调配成 四千吨发酵餐厨垃圾用的 乳酸菌液体 这种专门配置的乳酸菌液 是怎样让餐出垃圾 保持补贬质呢 这个乳酸菌发酵的过程 就是一个优势菌群介入 然后其他的菌群 是没有办法 在这个菌群里生存的 有优势菌群的存在 那么其他的杂菌 在进入的时候 这个乳酸菌的菌 就把这个杂菌给吃掉了 消灭掉了 所以说它就不会腐败 不会腐败 对 不会腐败 能够实现咱们长期的储存 虽然理论上 这些乳酸菌 可以让餐出垃圾 保持长时间不变质 但是这里的水蒙幼虫 每次都能够 把当天的餐出垃圾吃掉 根本剩不下 于是工作人员自己 单独留了一桶餐出垃圾 想看到底掺入了乳酸菌后 能保存多长时间 这就是我们发酵好的餐厨垃圾 储存桶 现在我们也做了一小实验 这个已经放了四个多月了 放四个月 对 那这不会坏吗 不会坏 我们打开看看 行行行 你看里边干的 上面接触空气多少有点变质 但是下面都是新鲜的 是吗 看看 哎呀 那里面还真是颜色 对 跟外面不一样 对 特别新鲜 四个多月了 刚跟昨天的是一样了 真是 那它这个主要靠着乳酸菌是吗 对 主要是乳酸菌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辽圆如也提示您精彩继续 参除垃圾曾经是干水株的饲料 和地沟油的原料 危害公共安全 生物技术和催化技术的介入 使这些垃圾变成了宝贝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变费为宝 工作人员 介绍完乳酸菌 可以延缓参除垃圾变质的功能后 终于要给记者揭晓 车间没有臭味的秘密了 这种就是乳酸菌 我们这是一个调配车间 再加上水 加上糖 就是现在我们闻到这种淡淡的酸味 这铜位是不是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原液 没错 这是原液还是配出来的 这是配好的 配比好的 对 它是这种颜色 然后闻着有点淡淡的酸味 那除了这个 做这个特料还能干什么呢 它能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我们每个生产车间都有一个雾化器 这个雾化器呢 能喷出200微米的悬浮颗粒 在空气中漂浮 它会吃掉空气中的氨和氮 会漂浮到每个角落 这样的话呢 就能净化空气 原来厂房里没有臭味的秘密 就是利用这种乳酸菌 将空气中的氨淡消耗掉 我们在存放餐出垃圾的现场 就只能闻见一种淡淡的 类似酸菜的味道 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这些水蒙幼虫 狼吞虎咽地吃着 工作人员为它们调配好的大餐 但是记者还有个疑问 如果餐出垃圾的量不够了 没有了食物来源 那水蒙幼虫要吃什么 它的这一个生长的弹性 非常非常强 前面说到它这个生长周期 最快44天就可以完成 但最长它可以达到六个月 也就是说在它食物充足的条件下 它可以很快地完成这个生长发育 那么在这个食物短期的情况下 它可以有效地调节自身的机制 来缓慢发育 等待更多的这个食物 一批接一批的水蒙幼虫 不间断地生长着 它们不停地吃着餐厨垃圾 渐渐地身体也越长越大 当最佳的生长黄金周期度过以后 就可以把这些水蒙幼虫分拣出来了 通过专用的烘干箱 把它们锯成虫肝 这是咱们专门烘干的一台 微波真空干燥机 微波 它微波炉跟咱家里微波炉一样吗 跟咱家里的原理基本一致 无非就是它的功能 功率会更大一些 然后再加上了一个抽真空的这么一个形式 对对对 微波不会破坏咱们 这里虫皮里面那种氧氛 不会 它利用的是低温萃取的这么一种方式 来实现这个蓬化和烘干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像这个出来的这个虫子干一般都 就是做什么 就直接就已经是成品了 虫干是现在都是出口 可以做成宠物饲料 鱼类的 鸟类的 家禽类的 都可以做成饲料 水蒙幼虫不但可以以餐储垃圾为食 而且在制成虫干成为食用飼料后 还有着特别的功效 它是现在最好的昆虫蛋白的来源 咱们现在的飼料里面用的都是动物蛋白 那么动物蛋白再添加到动物吃的饲料里面 会有一个这个铜元污染的问题 那么咱们现在用昆虫来把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 都转化成了昆虫蛋白 它是打破了这个食物链条的 那么它就避免了铜元污染的问题 在饲养场的后院里 工作人员养着一群鸡 这些鸡一直是用虫干饲料来喂养的 不管从羽毛的亮度还是机关的颜色 看着就和普通的鸡不一样 工作人员洒出一把虫干 这些鸡就争先恐后的去抢着吃 而且这些鸡在食用水蒙幼虫所做的饲料后 就连锁下的蛋都与众不同 工作人员现场给我们磕开一枚鸡蛋 这个鸡蛋就是我们为黑水蒙虫干来产生的鸡蛋 这个鸡蛋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的蛋清是分两层的 然后像果冻状用手可以提得起来 您看看 这就是蛋清的部分 然后我能把蛋黄分离出来 而且这个蛋黄是可以用两个手指的把它拿起来的 它不会破 但是咱们普通的鸡蛋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这就是咱们这个蛋清 像果冻状的这个蛋清 这就证明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高 由于水蒙幼虫的身体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不但可以做饲料 而且它在吃餐出垃圾时所产生的粪便 更是优质的有机肥 这个成分就是咱们现在最好的有机肥 这个有机肥可以服务于咱们的现代化农业 有机农业 而且经过化验论证 这里边的有机质含量是65% 蛋黄甲含量是10.2% 水蒙的粪便还成为了周围农户争相购买的有机肥 菜农赵印该用重粉施肥已经一年的时间 虽然价钱略贵一些 但看着这一片片绿油油的青菜 赵印觉得出菜率很高 而且是有机蔬菜 市场上也能卖个好价钱 现在用了以后这就是 也偏没法律 植物账结比较坚壮一点 抵抗的冰也比较好一点 它是通过自然的一种力量 来把这个垃圾无害化降解 而且它是生物降解 也达到了这个无味 无害 而且最主要是零排放 零污染 通过生物的方法 肖纳参除垃圾 不但没有产生二次污染 还能够产生更多的价值 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 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废弃物 可以得到综合利用 再生资源 或许就会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 除了作为饲料 科学家们还想从 看着脏兮兮的地沟油里 提取更大的价值 地沟油是从餐出垃圾中 提炼出来的油品 地沟油里有着肉眼看不见的 有害物质 有机率 只是在农药里含有的重要成分 微量的有机率 就能对人体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甚至有可能致癌 但直接把大量地沟油当垃圾 进行填埋或焚烧 实际上也是一种浪费 怎么办 其实了解油品成分的人 更担心地沟油的去向 早在七八年前 这些研究石油炼化的人们 已经在着手干一件 不可思议的大事情 他们期望把地沟油链制成航空煤油 就各种飞行器上的这个内燃机 能够使用的这个燃料 这是我们的石油链制技术 要创新的这个内容 但是许多人都怀疑 这事能成吗 晚上一辆装满用地沟油链制的 航空煤油的灌车 到达了停机坪 化验师小唐和他的同事 马上开始采集油样 让人惊讶的是 管道里流出的油 是水样透明的 这些是地沟油链制的吗 从外形上看 地沟油链制的航油 和普通航油 一模一样 此刻 小唐他们要检测 地沟油链制的航油 一系列指标是否合格 尽管在灌车里的油 出厂时已经做过各种检测 但是到了这里 还得进行各种检测化验 因为所谓航空油品 需要非常严格的质量监控 来不得一点马虎 很难想象 眼前这些透明像水一样的航油 是地沟油链制的 这批油 今天晚上必须要加到海航的飞机里 明天一早 执行我国第一个地沟油链制航油的首次商业航班 2015年3月21日 海航HU7604航班 在加注了地沟油链制的航油后 准时起飞 这次飞行加注的生物航油 主要就是地沟油链制的 您肯定好奇 那些植物油经过多次煎炸 颜色已经是深色了 可是航油都是无色透明 像水一样 石油化工科学院的专家们 使用了什么魔法 地沟油的话 它主要的成分 我们对我们有用的的话呢 是我们称之为叫甘油三质类的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这些化合物 但是呢 这些化合物的话 第一个 它含有大量的氧元素 这个氧元素呢 是我们不需要的 另外它的化学结构当中的话呢 也跟我们所使用的航空燃料当中的 这个化学结构了的话呢 也是不匹配的 那么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炼制过程当中的话呢 除了第一步的话 我们要把我们不需要的这些 这些部分 我们称之为叫杂质 全部要想办法把它脱出掉 然而 这第一步工作 就遇到了问题 原来 在脱出地沟油中的杂质时 地沟油中的大量氧元素 和去除的氢元素 产生了大量的水 你家庭就是要脱水啊 对啊 脱氧嘛 你就是要脱水啊 我也脱出十几的水啊 以前的水就P2M级 那你这个氧含量 它占着比例大啊 是是是 在生物以后它就会退 这些水 把普通催化剂 泡失效了 在油品的炼制过程中 催化剂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所有 炼制的各种反应 都是在催化剂的帮助下完成的 汉原肺油里面主要的杂质 就是钠 绿花钠 就是食盐 就主要的处理工作 就把这个绿花钠去掉 否则到绿花钠 对后面的催化剂 这个产生一个中毒 产生一个作用 就是毒性作用比较强 可能会是催化剂中毒 无论是水还是食盐 都让炼制地沟油的催化剂 短期内就会失效 炼制没法进行了 而专家们却认为 地沟油没法改变 那么唯一能改变的 就只能是催化剂了 于是在多次反复的试验后 他们找到了既不怕水 还能工作的催化剂 飞机在空中平稳地飞行着 这种用地沟油炼制的航油 与以往用矿物质炼制的航油 性能上能一样吗 这些航煤它这个工艺 比传统的航煤家庭更加复杂 成本可能要翻上两三倍以上 因为它这个餐饮这个费油 它这个油份的组份相当复杂 它这里面脱水 因为它还有乳化 然后经过精致以后 家庭以后经过这个处理 然后也能达到 就是我们航煤所需要的 这种产品的景色 出臭安定性 主要是我们能满足 经过化验检测以后 能满足我们的安定性的要求 然后整个适应发动机的要求 热质 流程 通过所有的数据监控 应该是没有问题 飞机安全降落北京 这种特殊的航油 用实际的飞行效果 证明了地沟油的华丽转身 如今 随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 日益短缺 人们已经认识到 我们身边的各种废弃物 其实已经不再叫做垃圾了 而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一平方厘米内能看到什么 这台特殊的科学仪器 将会用它前所未有的市场和清晰度 为我们呈现 一平方厘米的宇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